大家好,我是少年 在这个世界快乐永远都是短暂的 痛苦和孤独才是主旋律 人生一辈子无非就在寻找快乐的奇迹 而那本奇迹到底在哪里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不妨聆听我说 在远古世界恐龙还存在的时候 一只草食恐龙妈妈在河流中捡到了一颗遗失的蛋 她将蛋带回了种族 而草食恐龙都需要以群居为生 为了繁衍后代,他们需要有自己的力量 来保护自己和孩子 但是他们依然还是会遇到其他恐龙的袭击 除了强大的肉食恐龙会对他们进行伤害 而其他较为落小的肉食恐龙 则是会盯上他们的蛋 这种种类,哪怕是得不到 也会尽可能地去毁坏 先前恐龙妈妈的孩子只剩下两位 甚至其中一位还是在河流中捡奶的 但是恐龙妈妈还是将他们给孵化出来 耐心地用红江湖给他们进食 甚至取了两个好听的名字 捡回来的孩子名叫哈特 自己的孩子名叫莱特 但很快,哈特就被族群的人给盯上了 因为他的种类似乎是肉食恐龙 为了部落的未来着想 苏丹打算将他扼杀在摇篮中 可是恐龙妈妈却阻止了他 并且不断苦苦哀求 最终得到了叫小恐龙流放的结局 但是在夜深冷静的时候 哈特一声声哀嚎 却唤醒了恐龙妈妈内心的母性 最终恐龙妈妈被赶出族群 但是他一点都不后悔 和一只肉食恐龙从来就没有吃过肉 红江锅是他最喜欢的食物 两兄弟在打捞的时候 甚至哈特不如莱特 可是天性终归是有释放的那一天 就在哈特也向自己当成草食恐龙的时候 他和莱特不小心掉入了一片湖中 甚至遇到了一只怪物 打算吓唬他们 但是当他脸贴近了哈特的时候 他感到了畏惧 因为见多时光的怪物 一眼就认出了哈特的品种 他不仅仅是肉食恐龙 甚至还是肉食恐龙中的顶端 霸王龙 而他也在这次遭遇中 才终于清楚了为什么自己长得和莱特以及妈妈都不一样 鲜鲜崩溃了脆弱内心在恐龙妈妈的安慰下 最后 大家得知 妈妈就是妈妈 自己永远都是妈妈最引以为傲的孩子 当然这些话都是恐龙妈妈说的 可是天性 迟早会有释放的那一天 而这一天也来得很快 怀美的哈特 悟闯进了肉食恐龙的领地 还亲眼目睹了三角龙 一起吃肉食恐龙尾部 最后 还住现一只特大号的霸王龙 而他就是这边土地的霸主 巴克 虽然外表是肉食恐龙 但是 吃上的气味却是炒食恐龙 所以 哈特虽然逃过了一切 但是 却被一只肉食恐龙名作给跟踪了 就在哈特找到莱特之后 危机总算出现了 在前军一发之际 哈特咬伤了名作的尾巴 这也是他第一次进食楼内 他的天性 也来此刻彻底释放 他也清楚了自己的身份 与其痛苦流涕的 和莱特告别 转头就去往了属于肉食恐龙的领地 那些曾经的快乐时光 将再也不复存在 他从今晚后 将以霸王龙的身份开始存活 肉食恐龙的生活 不像草食恐龙 喜欢群居 他们需要有自身强大的力量 才能拥有自保的能力 于是 哈特不断地加强训练 种类带来的天赋 让他这边土地上 得以存活下去 但是不管他如何训练 手臂永远都是无比的弱效 他学会了警惕 学会了罗罗强识的法则 可是他晚晚没有想到 他是一只肉食恐龙 只有面对食物 而下不了嘴的时候 他像当初恐龙妈妈 一样捡到了一颗蛋 还摸出了小甲龙的出生 他听着这只小玩意 说出了 You are Umasu 可这句话的意思却是说 你看起来 好像很好吃 但是小甲龙却将Umasu 当成了自己的名字 还将哈特 当成了自己的父亲 丝毫 没有一点恐惧感 也会有没有被饥饿占据大龙 所以哈特 哪怕天性是死肉的 理智 也还是保持清新 他在等Umasu去吃草 健健的 他也习惯了Umasu 叫自己爸爸 甚至 还会为了Umasu 与其他肉食恐龙拼命 而哈特对于自己的照顾 Umasu 让人能够感觉得到 于是他独自上 山栽了很多很多的红枪果 即间 哈特也为Umasu被人给吃了 他的理智险切彻底失控 可是在看到Umasu 带回一地的红枪果 他的思绪 或许也回到了过往 不知道妈妈 过得还好不好 于是为了让Umasu 能够在自己不在的时候 保护自己 他开始教育Umasu 一些基本能力 他的力量目前 绝对无法和其他恐龙对抗 所以灵活的生发 是必不可少的能力 以及 恶龙 咆哮 哦 哦 哦 其实有时候可以直接劝对敌人 这些都是日后Umasu 得以保护自己的办法 而在Umasu学会这些之后 哈特就要离开了 因为曾经的经历让他知道 石头恐龙和草食恐龙待在一起 总会有分别的那一天 与其长痛 不如短痛 可是Umasu 哪里会同意 于是哈特就欺骗他 来赛跑吧 只要他能赢了自己 那就永远在一起 于是四条角团队就开始不急不急的奔跑 哪怕累了也不会停下来 至于哈特 则是和Umasu跑了相反的方向 但是 当他听到了Umasu的恶龙咆哮时 他还是以最快的速度赶到 将欺负他的恐龙全部打伤 可是谁知道 巴克却在此时出现 他是守护这片土地的巴主 哈特的做法 已经触及了这里的规则 所以巴克将他赶出了平原 永远都不能再回来 这和哈特原先遇上的结局完全不一样 因为他曾经听过身上一只脸麦的老恐龙说过 触及一些近习的话 巴克会要了他的小命 但既然能走 哈特就赶忙带着Umasu离开 他找到了恐龙爷爷询问 为什么巴克会放过他 原来 曾经巴克的孩子不小心给丢掉了 或许是因为同种类的原因 所以巴克才留有运行 得知这些后 哈特就带着Umasu来到海边生活 在这里还泄后了一场跨种族的爱情 而他的种类则是蛇颈龙 水龙的品类 可是哈特却从中得知了 佛丹山药火山爆发了 妈妈可是生活在那边区域 于是哈特必须赶往佛丹山 告诉他们这个消息 但是途中 他就要再也在经过巴克的营地 为了告诉妈妈这个消息 他不惜了名作打开杀戒 而果然 妈妈的族群还一无所知 待在这片安详的土地 为了让他赶紧逃跑 于是哈特只要暴露自己的本性 让所有族人全部赶跑 可是这里面 却没有妈妈的声音 他知道妈妈 一定还在神神中待着 于是他继续跋涉千里 总算 见到了自己的妈妈 多年没见 他们抱在了一起 痛哭流涕 可是 这不是悲伤 而是开心 在撤离的时候 妈妈险些掉入悬崖 好在哈特 竟然拉住了他 但是比利的问题 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胡马素 也拼了命地抓住爸爸的尾巴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来得出现 将他们都给拉了上来 一家人得以继续 撤离这片危险区域 可是 却在半路中 遇到了巴克 他似乎有意 找到哈特 他没有直接发起攻击 而是点名 让哈特战胜他 只为打赢他 他能带着恐龙妈妈一起离开 于是哈特拼了命地不断攻击 但是终究 不是他的对手 在哈特昏厥的时候 恐龙妈妈也毫不畏惧地冲上前 获出自己的孩子 来特决击帮跟伤 可是随之巴克 却没有继续攻击 而是缓缓地倒了下去 虽然他胜利了 但是这过程并不是太过轻松 他领祝恐龙妈妈 一定让哈特在未来 变得更加强大 甚至 还让恐龙妈妈带走哈特 他继续从第一次见面 或许 究竟猜到了哈特的身份 那是自己的孩子 在这落落强失的世界中 只有实力 才是自保的关键 他也老了 他需要给哈特上一课 他只能陪哈特走到这里 抱歉 孩子 富坦山的危机 也在哈特的告知下 族群得以存活 恐龙妈这一次 打算和哈特一起离开 但是 他拒绝了 因为族群 才是妈妈的家 养育之恩 无意回报 我超级超级自豪 能够成为你的孩子 片鸣 您看起来好像很好吃 以恐龙为题材 想得描述人类 如今的现况 爱情友情 都会有消亡的一天 唯独父母的爱 是永远都不会消失的 童年几乎是 每一个孩子 最快乐的时光 当长大后 我们就要面对生活的现实 曾经的快乐 其实早已不复存在 那笔伤害重的压力 无时无刻 都在摧残我们的精神 可每当回想起 曾经的过去 甜蜜似乎 就会浮现 而当真正的回到 自己的父母身边 才会清楚 原来快乐 就是这么的简单 你在 我在 他在 一家人都在 就是最快乐的时光 而其实仔细回想 影片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细节 石草龙养了石肉龙 石肉龙养了石草龙 这时候我想说明 这世界上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 原言相报 而人性 就宛容石肉龙的甜心 好在人类的知识上 可以压制自己的甜心 似乎人类最早的时候 也是石人猪好笑 我是少年 如果您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那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